好 这一张最后我们来讲这个控制器回传方法的一个介绍 那就是介绍几个比较在MVC盘用的几种回传的方法 那第一种就是我们预设最基本的回传 就是回传对应的这个Fu的这个内容 就像这样子 那这个样子就是我在这边建立一个方法之后 在Fu下面要有对应的这一个cshtml 就是就是这一个 那这个档里面就是一个return 那所以说我们的网址就是会打上return 那就会到这一页 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回传也是最常用 在MVC最常用的一个returnFu 那Fu里面就有一些变化了 比如说我今天在Fu我们也可以指定说 虽然我这个是在return的方法里面 但是我想回传demo这一个页面的话 我只要在这个方法里面打上对应的这个名称 对应这个Fu的名称 那我这个时候我的return的这一个路由 就会回传这个demo 那这个是可能你在实作上 可能会有一些情境会需要应用到这样子 我进来这个方法 我不一定会有对应的这一个Fu 我可能是要根据一些判断逻辑之后 再指定说回传特定的Fu 我们可能会这样子来做使用 那接下来就是最常用的 我们在Fu上面一定会有需要 从资料库勾取的资料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回传一个model到Fu这边 那今天如果我们是这样 我们model本来是直接丢这里 那这边我们被指定的这个Fu见走的这个位置 那model要丢哪里呢 很简单 其实就逗号丢这个后面就可以了 那所以说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写法 那如果没有指定的话 当然就是直接丢 直接丢model 那这个return就会收到 那有指定的话demo 你这样丢model 这边也可以接收到对应的这个model 好那这个是几个比较常见的用法 那再来比较常见的用法 其实我们课程介绍的这上面就已经看到了 那这个是什么用法 这个很简单 这个就说 其实他英文也命名的就已经很清楚了 帮我们导到哪个action index的action 所以这边我就会去找 有没有看到我这个滑鼠移到这上面 这边就会说请帮我导到这一个 那就是会导到这一个 然后这边就是撈一撈 然后最后returnFu 就会到这一个index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 我现在改成这样子了 那我这边的话打上return 就会回到index这一页 那这个也是蛮常用的 那就是用在哪里 用在我们这一个新增完文章 或者是修改完文章 再返回这个列表的页面 可以这样做使用 那再来就是转调到某个网址 我们也有这个对应的方法 比如说我这边 我想要直接转调到google的话 我可以直接 这边是可以下其他不是你这个站的连结 也可以直接下在这里 那这个可能是有些功能 你想要做一些转指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去做 比如说导到其他站 就可以用类似的这样方式 那上面就是可能做一些检查之后 才帮对方导到其他站 好这样子之类的一个导向 你可以这样用 那所以说这样子的话 我这边下return 就会导到google来 这是一个用法 好那接着的话 我们在mvc里面 可能还会做一个 下载档案的东西 有时候我们档案是要从我们 伺服器里面去把它捞出来之后 塗给这一个使用者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回传一个file 那这边的话 我已经有在这边 放一个档案了 然后最后 就会吐出一个档案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效果会是长得怎样呢 我们这边在return 我们看到这边就下载了一个档案 那我们打开来 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字 所以这是成功的 从我这一个 这个资料夹下面 我有放了一个档案 TXT的这个档案 然后把它捞出来下载回来 那这边是可以return一个file的 就是有时候 有这种下载档案的需求 要从你伺服器里面 把东西整理 然后吐出一个档案的时候 给使用者的时候 可以用这一个returnfile 时的这一个方法 去吐出档案给使用者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 之前也是有用到的 就是找不到页面 就是我们有时候 使用者进到了一个 资料库找不到文章的页面 我们会给他return的not fine 那这个效果就是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404 找不到这个页面的效果 这样子 那其实还有数十种这个方法 可以放在这个return 这个iHM Reloct的这一个 类别可以吃的方法 还有数十种 那我这边就不多做介绍 大家可以自己在网路上去找一找 还有没有自己想要用的 那我这边就是介绍MVC这边比较常用的几个回传方法 算是简单的先介绍给大家 那还有很多种方法 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挖掘了 那今天这个影片 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 谢谢收看